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樓盤 在溫哥華西區Cambi Corridor上 它的具體的地址大概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大圖 它是Cambi 隔54階一個樓盤 名字叫Park Langara 現在的樓盤已經開始發售 有興趣的朋友已經可以進來買 它總共是一個六層高的建築 是石屎結構 在地理位置上 這條是Cambi 所以它是東西向的 東邊和西邊 東邊就會看到少許馬路 就是Cambi 對面其實就是Legarret的Golf Course 所以在東邊的建築 看過去就不會再有建築 主要都是樹、green space的景 西邊的話 它的後面其實是後巷、後輪、獨立屋 所以如果你越過了一、二樓之後 你都會有一個很開揚向西邊的景觀 一直可以看到很遠 它附近最近的Skytrain站 其實是Lengarra的站 就在這裏 走過去大約5分鐘左右就能走到 那這邊還有什麼呢 大家看到主要是住宅區為主 其實它也有幾間很好的學校 我們先說中小學校網吧 小學的話就在後面Park這裏 NB Jameson那間小學 中學的校網就會在Churchill 就是在這裏 兩間學校其實都是比較近的Walking distance 起碼這幅圖都印在裏面 為甚麼跟大家介紹這個樓盤呢 還有一件事是令我對這個地區特別印象深刻的 因為這一、兩、三年來都不斷地幫香港的朋友去找屋 很多時候住西區的朋友都會想 想說這個校網要漂亮 他們就會很細緻地去選擇校網 Churchill有IB Program 亦都是溫哥華西區數一數二的名校 所以特別多人喜歡這間學校 除了要滿足Churchill的中學校網之外 他還喜歡選一間好的小學 NB Jameson算是他們的名單之內 所以當初就指明到 我要是Churchill的Catchman 加上NB Jameson的Catchman 這樣搜尋一輪下來 其實就是這個括括 即是很少樓 當然啦 獨立屋會有很多 但不是每個人都想住獨立屋 很多人可能過來媽媽帶著小朋友 住了幾年才都會想住Condo 但就很少了 找來找去就是Cambria這幾棟 所以我對這個區域印象特別深刻 好 再遠一點過去就是Ockridge 大家看到現在還是那張照片顯示比較舊的Ockridge Mall 其實現在Ockridge 大家駕駛過去都會發覺在這裏翻新很多工程 未來這邊全部都會高高 Ockridge的尺價其實都賣到二千多元一尺 我們這邊Walking Distance走過來十多分鐘 不需要這個也算是矮層 大概是concrete building 1500元左右一尺 如果大家想去買送各方面 Ockridge有一個選擇 現在可能拆得七七八八就沒有了 大家可以向南 一路這個Cambia下去 大概是開車幾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這個叫Marple的位置 即Marine Gateway的Skytrain站 大家開車也可以 可以坐Skytrain也可以 那邊有大統華 有其他超級市場也可以喝茶 我最喜歡這間 那整個建築其實它由Skytrain 一房一房一房加釘 兩房一房加釘 還有三房都有的 那主要的分佈是怎樣呢 後排 即向Cord 1的單位偏大一點 中間大家看到大露台這個 其實是兩房Unit 也挺大的 900多尺 那大家看到其實六層樓高 下面這四層都是九尺樓底的 是比較常規Unit 那上面五樓和六樓 樓底會特別高一點 九尺六寸 那上面也會有多些特色單位 即大一點的Unit 但是好消息是 就算去到五樓六樓 其實都有Studio和One Bedroom 所以就算大家可能 遇過小小的Unit 想高層一點都可以的 那來回前面東邊這裡的話 那樓下那四層就會多一些小單位 主要都是Studio和One Bedroom 和One Bedroom為主 大概就是這樣 那在我的網站上面 Kerrycred.com slash Park Langara 都會有所有的Floor Plan 職和書籍 大家可以下載下來看看 這個建築去到六樓 其實是Pan House level 其中它有四個單位 是會有自己的Private Roof Deck 大家可以看到一、二、三、四 它和它的樓下 其實是同一個Unit 亦都會看到有這些樓梯口 是直接由Unit裡面 可以上到Pan House 它自己的Patio 所以是一個自己私人的空間 其他住戶是不會上來用到的 譬如說這兩個Roof Deck 它都會中間有些樹牆 隔著 多一點Privacy 譬如說這個Pan House Unit 它的特點是它自己 下面有露台之餘 在露台再可以走回樓梯 這條樓梯是屬於自家 上到自己的Roof Deck 就是這樣的結構 我們看到L-Shape的廚房 加上一個中度位置 電器方面它配合不同的品牌 雪櫃30吋 所有Unit都一樣 牌子是Bloomberg 它沒有做Counter Size配廚櫃棉 所以它的深度 比我們一般見 下面是多一點空間 雪櫃上面還有放野的置物空間 這間Hot Top的材料 是Quartz 石櫻 以及Bash Blash 鋪了磚塊 上下都有儲物空間 下面是櫃桶居多 上面是打開的櫃藍 一個小的 兩格大的 九尺樓底 但是廚房一向都會有少少Drop Sealing 它都會做到頂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30吋爐頭 牌子是Bosch 爐頭和焗爐 如果去到小單位 例如一房 就會是24吋的焗爐和爐頭 櫃底全部都安裝LED燈條 這些儲物空間 裡面都有空間 可以繼續放進去 它的Sank也很型 黑白配 白色檯面配上黑色的升盤 它是分開兩邊的 包括水龍頭都是雅黑色的 可以看到下面的空間 可以放進去 然後 這裡就是洗碗碟機 洗碗碟機的牌子是Bosch 參考這個海岸 兩人座位 海岸也是Quartz的材料 下面會有一些儲物空間 首先這邊會有微波爐 就是Panasonic的牌子 微波爐的下面 下面會有一個大的儲物空間 旁邊也是一些櫃桶 大家會留意到 這兩邊的櫃櫃櫃櫃面的顏色 有點不同 淺色和深色 其實主要是設計的效果 會發展上特地配合不同的顏色 我們看看Colorboard就知道了 這個樓盤總共有兩種顏色 可以選擇 一種叫Slate 一種叫Sand 我們剛剛看到的就是Slate 選Slate 你會有主要長壁的櫃櫃是淺色 中島的櫃櫃會深色 兩種顏色 然後Countertop Bashbash都會白色 洗手間會深色的地磚和長磚 待會給大家看看 這次樓盤作用的是 Engineer Hardwood的地板 房間會鋪地毡 應該可以升級地板 但價錢未知有需要的朋友 我會再通知你 我們進來房間看 其實這大部分的長子 背板都是設計效果 到時給大家的部份 都會是普通的白色長身 進來洗手間之後 大家會看到這些灰灰色的地磚 長磚 以及櫃 我們看看 這是主人房五層的洗手間 兩個Sink 下面都會有很多儲物空間 還有櫃桶可以拉出來 中間有三個櫃桶 兩大一小 這邊也是一樣 也會有一塊大鏡 有些燈條 這邊有座廁 後面有毛巾架 這裡有浴缸 和浴缸 浴缸 下面是纖維底盤 有一個Ring Hat 這邊有龍框玻璃 開山門 手柄 中間有磚 和蝸石 已經組成的分隔位 這邊有玻璃 這裡是浴缸 浴缸位置 浴缸位置不會有花沙頭 只是水龍頭 例如這裡有這些Sedio Unit Sedio Unit的定價大概是65萬以上 因為樓盤已經在賣 所以可能有一兩款已經沒有 價錢也會有所調整 由540多呎到580多呎都有 1-Beggarden的价位要过80万 可能82-3万-85万左右 Corner两边有两房 小的两房是在东南Corner Corner Unit 旁边有窗 也有大一点的露台 这些700多呎的单位 两房预计都要差不多110多万左右 我知道有些单位已经开始卖 可能没有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就趁早 这些大一点的 例如Corner Unit 812呎的两房单位 这些价位会比较贵 因为它是两房加钉 大家可以预计它是115-118万以上 这个是向东边 向西边的话Unit是大一点的 三个一房加钉 还有其他三个都是两房类的单位 这些向Corner Unit 因为静一点 它的一房加钉 普遍会比这边贵一两万 然后中间这个特别大的两房单位 约有900多呎的话 价位都可能会高一点 接近1.2million 当然也要看楼层 如果去到三四楼的话 就可能会过到8-3-8-4万 也不出奇 大家会见到 设计价位 由Corner Unit开始 一屋二屋 到二屋加钉 大那些都是设计价位 如果三房单位 其实三房单位 整个建筑只有四个 小一点的1,150呎 应该是200万以下买到 但如果说去到大一点的三房 五楼和六楼的三房单位 都会过二百万 差不多是二百一二百二左右 Townhouse都是类似的价钱 接着之后 所有的unit都会包了一个住宅 三房单位的话 就会有两个住宅 管理费暂定是五毫二至一尺 又包了冷暖气 包了gas 包了垃圾排污费等等 Completion2024年中可以Completion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设计合约 Deposit structure的话 大概是15% 暂时waive了第四期 给我们VIP Realtor 发展商现在比出的优惠 头二十五个买家 你买Studio一房一房加订 就会有五千元的优惠 如果你买两房或两房加订 就是一万元的优惠 大家如果买三房unit的话 就会是万五元的优惠